字幕 李宗盛 是呀 今天上DUJ節目 很開心 有什麼準備? 本身沒有特別去聽電台的節目 但今天上來就緊張了一會 還有看一些DUJAY的雜數 就是這個口水多過浪花的雜數 希望可以了解一下運作 希望待會不會太緊張 不會懶惰了 這樣就好了自己 DUJAY是怎樣的 你自己怕不怕 我覺得是Pro多一點 如果大家怕他的話 是因為他太Pro 自己去不到他那個Pro的層次 我想如果工作上專心會好一點 你不會用法成功去 你會磨嘴嗎 我自己個人就不會 金城安應該是小博嘴 如果是DUJAY的話 我想他應該像是 很有工作能力 或者是大小姐 但沒有那麼兇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 都不會去到博嘴 對 你會磨嘴嗎 對 唯一的工作都是法威家 你會磨嘴嗎 現在外面是會安靜一點 不過這是大家都在經歷 所以都沒問題 你說幾個製作人都會磨嘴嗎 是的 這個就托大家 托大家 大家喜歡就好了 我繼續這樣演下去 我一直都說 我簡直是TVB 有史以來最好運的那個 由入行到現在 我條路暫時 touch wood so far 我都找不到 wood 待會touch兩下 總之就很順 所以就 希望自己可以 保持著一個正能量的心態 繼續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你在外面說 你現在是想要做這個 這個就 托大家一福 多謝各位 多謝 所有 支持我的人 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沒有將這件事放大 或者是 看得很重 我覺得有自己工作 就做好自己 這樣 這些是bonus 會 有目標的 但是就不會說 沒有了這件事 會覺得很傷心 或者是 因為自己都知道 這一行是會很講彩數 有很多可能會 彈花一言 所以 去到這個階段 我暫時最想做好 就是 穩定好自己的基礎 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實力 可以真的繼續上 才會去追 暫時都還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 自己在 我回家你的溫室 就很幸福 覺得很舒服 另外 學習機會也多 嘗試的機會也多 金城安不僅僅是金城安 還做了很多其他不同的 鬼馬六夜都有 有扮一下烏鷹 我覺得都很有趣 所以自己開心是我的回家 所以 繼續做好